這兩天這波東北幾乎 這是大陸冷氣團 會持續影響到拜祭拜三 今天是因為方便通過 國內的天氣會比較不穩定 尤其是中部以北會開始落後 如果水氣跟溫度的條件 如果是有到那裡 三千五百公車以上的關山 有機會的落水 如果後一波變天的時間 會在拜五拜六這兩天 到時很方便的水氣會增加 因為水氣比較多 所以可能降雪機率會比較 稍微大一點 但是後面的話 就是降雪的高度 可能會上升到三千五百公尺以上 拜登記因為方便通過 這波冷空氣又可能 升級變最大陸冷氣團 所以國內天氣的變最不穩定 中部以北是明顯的落後 南部要求不提前順好的機會 國內這波東北幾乎 這是大陸冷氣團 會影響到擺山 溫度才會慢慢回升 不過這禮拜天氣有兩邊的變化 第二邊就是拜國拜六 華南水氣會挖來台灣 十四號十五號基本上是逐漸的轉成偏東的風向 所以這兩天溫度會稍微的回升一些 不過在最後兩天呢 因為華南附近這一帶的水氣又逐漸的往台灣附近輸送 所以導致這個水氣會稍微增加 十五十六兩天 北部 當北部跟中南部三區 都可能有急部地檢診好 其他處在是水溫 到十七 還有一波方面的來 天氣有時光有時冷 起上宿體積面穿 注意溫度的變化 那是天氣冷時 三就要加清一而已 記者綜合佈度